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到了我们试食的时间了 现在吃什么? 没错 就是这个是种子了 因为到了端午节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吃种子 帮大家诚实地说一句 我对于festival food 真是一般 但是为了我耳朵 我试试放给你们看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种子了 种子一般会用萝卜 萝卜是它的淀粉质的来源 在里面它会放各种各样的料 我们承认十分之多 直观我们有客家 有福建 有广东 太多了 所以我订了一会儿 很多人跟我说是广东的 所以很黑黑 广东种应该是这样 萝卜有一个很特别的 我相信现在其他州都有的 就是药丫种 有机会我做一个影片给大家看 所以这个 因为我没有什么big fans 种子 所以我买平平的 5元 帮衬一下 所以它有什么 它有莲子 开始我以为是工学柱 谁知道原来是莲子 然后它有放微豆 微豆 按理来说 它应该放肥猪肉 因为放肥猪肉 因为放肥猪肉 要放肥猪肉的油香 放肥猪肉的油香 放肥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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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需要太多了 因为做肥猪肉 要浪费功夫 要扎 然后还要做很多功夫 因为萝卜要压开 然后肉要做 放肥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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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肥猪肉 要包肥猪肉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句 正常的肥猪肉 一定要用肥猪肉 树白 要作肥猪肉 如果大家看到 用肥猪肉 不要调味 然後白色繩拿滾水去煮一會兒 放一些化妝品進入綜合電繩 我不知道這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用竹繩 或者有些人找不到竹繩 拿一些布的繩來包 來紮實它都可以 不過一般來說竹繩是會比較結實的 然後還有一些冬菇 所以事不宜遲 我們來吃粽了 你問我 有些什麼就是 煙韌 有些說特別香 特別好吃也不會 不過够糯米飯也不錯 先吃一塊瘦肉 瘦肉 它有醃過的 五香粉多一點 不過感覺上肥豬肉比較好吃 差點味道 好 我看錯了 不是鍊子或是栗子 我說錯了 但放栗子也不錯 我看錯了 是栗子來的 不如吃一塊冬菇和它一起吧 冬菇不是貴的 所以沒有什麼標榜的香味 我只是說五元有這樣的貨式 不過不出 當然是 可以支持肉居的食物 因為我本身都沒有什麼吃 就算你給我 有放龍蝦肉的 我也不吃 不過如果真的有龍蝦肉的 種子 跟我說一聲 試試看我 究竟吃不吃 好了 說到這邊了 魚仔 多一口給你看 爽呀 希望你端午節 在韓國覺得開心心 呀呀呀呀呀呀